小王今年23岁,大学毕业后从大连来杭州找工作 10月初他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一家名叫昆之大的机构 在招淘宝女装模特,地址在老鱼行 小王和对方沟通后,对方让他到杭州上城区的联姻大厦面试 小王说,10月13号他赶过来后,接待他的一名工作人员让他先交钱拍摩卡 因为他说我不可能免费每个月给你找活动嘛 然后相当于一个服务费,然后说摩卡也是向商家介绍你自己的 他说这个钱你绝对会挣到的,因为一周至少给你介绍两次活动 小王和公司签了一份代理合同 合同上显示,这家机构叫做杭州成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提到,本合同一经双方完成签章 以方即授权甲方作为自己的形象指广人 小王说,这里有个错别字,应该是形象推广人 不是形象指广人 合同还说,公司负责小王在影视界、广告界等其他演艺机构的推广事宜 为小王提供培训及演出机会 当时对方要求交3600块钱 小王说自己没那么多钱 公司就让他先交了2100块钱 剩下的以后从工钱里扣 我交完前第二天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们室内的 但是都是穿的是旧衣服 他们那个工作室有的衣服 小王说,当天拍摄结束后 公司给了他150块钱 但后来他就没再接到任何活动了 摩卡也没有收到 我说那个,那请问一下 那个这周一周不是至少两次活动吗 然后他说那你找你经纪人 我已经找过我的经纪人了 我的经纪,我刚刚他说 我说,我说还有没有活动呀 我说我都有空 反正他也没有正面回答吧 我是觉得我被骗了 因为他首先没有达到 他每周给我介绍两次活动 那我这钱肯定就交了 就付出也没有回报呀 小王在微信上联系过经纪人杨某某 问有没有活动 对方问,你周极有时间 小王说,都有时间 对方说,出来玩 小王说,挣钱要紧 对方回复了一个表情 对话结束 记者查询到 杭州成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于今年8月 注册地址就是银联大厦 小王和记者找过去 公司没有公开悬挂营业执照 墙上写着 服装拍摄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现场又来了一位张女士 她说自己也在这家公司应聘模特 现在也是来退废的 这个公司找这个样子来的 我爸同事上接受过来的 我是9月29来的 然后他说 我第二天我就说不做了 不做了 我爸同事上查一下 说骗子什么的 我就说不做了 他就说 你是当天 当天你说不做的 我第二天 第二天说不做 然后就回家里的一个小老师 一直没有回复你消息 他回来 今天说明天 然后把我过清过了 你多少钱 多少钱给你 一块钱没给我 你交多少钱 我就一下五 交给你 你这个有接到活动吗 没有 没有接到活动 当时有没有给你什么承诺呢 他承诺一开始 这个女孩子跟我谈的时候 谈得很好 你现在不用说 给我退给你走就好了 这位负责人 推给张女士 1500块钱 我们自己解决好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 我不需要了解什么 不需要跟你结果沟通的 你们公司这个营业执照 你可以去工商局去查我的 我们有营业执照 你可以去查我的 他说 那个每周给他介绍两次活动 我说这个问题 我会跟我的模特去解释 我们会给他处理好的 最后负责人和小王 到里面去沟通了 几分钟后 小王哭着走了出来 负责人表示 要下午六点后 才能决定 是否可以退钱 我们就现在解决吧 现在解决不了 我得去厂包 他到底拍了还没拍 说了还没去 他可能刚毕业 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 你不要乱说话 瞎说话 我没乱说话 你不要为了当个记者 你就瞎说 我刚才跟他说了 首先如果是我没有给他做 没有给他拍 没有负责 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全部退给你 如果是我该做得到 必须要做到 你懂了吗 做记者不要瞎说 我没有瞎说 我没有瞎说 你这个态度也稍微好一点 我态度不好 我退不了 我退不了 我跟你说 去告白 去告白 退不了 傻子 慢点 怎么办 小王后来把情况 反映到了杭州小营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表示 会帮双方调解 18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